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終止三十五年紀前分析專題 投手篇的輪值跟牛捧都已經結束 接下來要進入野獸環節 來看看各隊新賽季的內野防線 也包含捕手在內共五個位置 預計會有哪些野獸組成 跟群人相比又有哪些變動呢? 就讓本集影片來帶你一探究竟吧! 首先一樣從星球隊抬抗熊羽說起 抬抗群人在核軍時累積出賽最多的內野陣容 分別是捕手張兆元、一壘王伯璇 二壘王傑西、三壘基青藍、游擊則是曾子佑 這是建立在全本土沒有羊炮的情況下 但經過一個賽季 抬抗內野多了兩位新同學 一個是從樂天戰略外名單中吸收的郭勇為 另一個是具備日子一軍之力的羊炮魔鷹 以外他們的內野帶來全新變化 魔鷹的部分已經被紅總點名 是確定進入開季一軍名單了 並且他春選的表現實在太好 擊球穩定又具備長大能力 速度也不慢 完全補上了抬抗群人一壘火力不足的問題 也是我新賽季最期待看到的一名選手 那魏勇為就不一定會擠進嫌罰 但比較像是擔任抬抗內野第六人的角色 有豐富的經驗還有穩定的守備能力 哪裡有需要他就可以補哪裡 除了魔鷹卡衛一壘 尤其曾子佑還有捕獸張兆元 這兩個位置應該還蠻穩定的 從去年二軍到東猛再到今年熱身賽 他們的地位都相當穩固 如果曾子佑有狀況 魏勇為就可以替補 而張兆元則可以和另外一位 有一軍經驗的捕獸無名紅來輪替 比較需要觀察的是二壘還有三壘 紅總看起來還沒有一個固定人選 二壘去年本來是黃潔西居多 但東猛改重用了入隊不久的二輪新秀陳菲林 目前官方熱身賽打了四場 他讓黃潔西、陳菲林、郭勇為 還有胡冠宇各先發了一場 看起來是四搶贏的局面 可能要到熱身賽全部結束 紅總才會決定 三壘的話原本是固定養季競然 但東猛換成黃潔西多一點 今天熱身賽只有杜家明加入競爭 這三人中我最擔心季競爭的守備 可是考量到選秀二輪 我對他的期待值也最高 會傾向開季先讓他試試看 不行再換人 下一隊來看富邦和將 富邦去年一軍累積出賽最多的內野陣容 分別是捕手戴背風 一壘半國城 二壘王政堂 三年李宗賢 游擊則是王盛維 但經歷了修賽季的換帥之後 新上任的陳清風總教練 對於內野有不同的想法 今年預計會迎來兩大變動 第一個是二壘 原本常駐二壘的王政堂 過去幾年是偶爾監戀外野 今年則是從春迅開始固定鏈 任人賽也已經看到他 以左二壘手的角色上陣 而他的二壘空缺 將由以前有中線經驗的李宗賢 以防過去 但這個決定當然得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 畢竟我們都還記得 李宗賢前幾年就是在游擊攻守失衡 回到熟悉的三壘後才大復活 今年要嘗試新的位置 是否導致他又故此失筆 還是會為富邦帶來新的火花 這還有在觀察 而富邦之所以會讓李宗賢去二壘 有一個關鍵原因 應該是想要加速培養新秀王念好 他是去年富邦的第一殖民 在U18的表現讓大家印象深刻 體力多謀的魔戀後 春雪也贏得了教練團的信任 關門熱身賽已經拿到三場先發機會 只不過從熱身賽的小樣本成績來看 王念好面對一軍層級的投手 會控率明顯偏高 手臂上也有發生過一次的失誤 老實說我個人 會傾向讓他先到二軍觀察 給你一位重點的新秀 冬子能的機會 冬子能在新的年始 其實就有被紅總拉上一軍觀光 展現出很不錯的打擊能力 十二打數狂敲霸鞍 我覺得他真的值得多給PA 就看風總願不願意給了 另外還要特別提一下高果林 他過往都以外野或DH身分出賽 但今年被規劃境內也守一雷 風總在熱身賽時也可以把范國城擺在DH 測試高果林在一雷的防守能力 看起來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打擊端非常火燙 已經在大巨蛋開轟過 假設他能夠復活 會讓富邦的中心打線更為力 補上他們最弱的長打那一塊 捕手方面應該會維持跟去年一樣 代表風張靜德雙強頂力 是金礦還有搭配的投手輪體 加上去年竄起的搖冠為輔助 這邊沒有太大變動 我就不特別講了 下一對是中心兄弟 勸他們在一軍累積出賽最多的內野陣容 分別是捕手高羽傑 一雷許姬紅、二雷月東華、三雷王威城 游擊則是江崑宇 但在這個修賽季 兄弟從自由權的市場上 重金禮聘、陳俊秀加盟 也預期會為他們的內野帶來更大競爭力 由於張磁豪受傷 許姬紅也健康回歸了 所以一雷這個位置 應該就會讓許姬紅跟陳俊秀人體 也可以兩個人同時先發 一個去打DH就好 那游擊上基本上不用多討論 當然是江崑宇繼續卡位 除非有受傷 不然江南團也不太會讓他休息的 所以像春迅表現不錯的新秀楊香和 正式開技後可能還是得先在二軍等待機會 如果阿坤有狀況 才有機會上來觀光 二雷方面也沒有太多懸念 因為東華去年是因為有受傷 所以出賽數比前一年少很多 現在已經回歸 兄弟還是很需要他的防守能力 而且關門認識賽他的手感非常火燙 OPS加超過了200 地位勝問 顧德 三壘的話以往都是王偉城卡死 可是去年他的打擊能力下滑 也讓這個位置有更多競爭者的出現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王正順 他是去年黃山軍的大黑馬 另外還有黃偉勝 他認識賽也打得很不錯 想讓兄弟可以避免被衛拳無彈打完封的大功臣 不過考量到王偉城的防守能力 以及在兄弟的領袖特質 認識賽也調整得蠻到位 平安總教練應該還是會讓王偉城 開技先一軍三壘出發 王正順跟黃偉勝 各自都有第二跟第三守衛 應該會以工具人角色輔佐 等待機會的到來 至於捕手 在弗萊西離開後 本來只剩高宇傑苦撐 05有一場沒有一場的上 但平安總教練上任後 他對於去年新入隊的徐柏偉青睞有加 在軍人交流賽時讓他扛 後面認識賽也已經給他先發蹲了兩場 有可能直接從一軍出發 和瘦身有成的高宇傑競爭主戰捕手的位置 下一隊看到統一時 統一去年內也累計出賽最多的五名選手 分別是捕手陳崇宇 一壘林一拳 二壘陳崇廷 三壘林子豪 尤其則是林靜凱 剛好是兩城三陵的搭配 那經歷一個修賽季 時隊並會從自有市場上 或者其他隊在另外名單中 吸收什麼內野戰將 人員上是跟今年一樣的 但從春迅到熱身賽可以發現 平總有逐漸重用一些新秀 讓內野年輕化的趨勢 特別是和狠佑跟黃宇傳這兩位 前者其實很早就被期待 要接班高國慶的一連綁區 可惜前幾年多半在一二軍間載輔載 去年經歷了亞冠賽跟東魔魔練 竟然很有破繭而出的態勢 從任聖賽也能發現 平總刻意讓老將陳弘基 贏一拳多休息 慢慢調整 給和狠佑非常多機會 以目前的成績來看 他應該高機率能夠從一軍開季 黃永傳則是在去年下半季就冒出頭了 後來被帶進季右賽 今年身形上更為精實 力量也有提升 後半任聖賽已經獲得四場先發機會 在首輩端展現出非常多美技 也符合去年市隊選秀的規劃 就是要讓他盡快頂上來 跟林靜凱搭檔二游 這邊補充一下 純潤迅前面階段 市隊本來是期待林裴尾 跟狠狠佑剛好一左一右競爭一壘 還在高之二交流賽扛四棒 但最近一個月的時間 幾乎都沒有在任聖賽看到他 不清楚是否有受傷的狀況 如果要想像一個未來世代的藍圖 市隊內也已經可以排出四平鎮一股寶 從補手張翔 一壘狠狠佑 二壘黃永傳 三壘林子豪 以及幽靜靈靜凱 但現階段補手跟三壘 還無法這樣做 補手方面 主戰應該還是會有去年表現突出 拿下最佳食人獎的陳崇宇來扛 只是在二號捕手的部分 林大恩前陣子大腿拉上 冠冕任聖賽尚未亮相 所以得看柯玉敏 張勝豪誰能夠補上 目前是柯玉敏打擊調整的比較好 張翔的話 冰總說有習慣性偏頭痛的問題 能否在一軍長期出賽還有待觀察 三壘的話 林子豪因為右肩傷勢的關係 幾乎已經確定會錯過凱季 何時能夠歸隊還不知道 所以應該會先倚賴中盛代的潘傑凱 陳崇廷 或者認識賽表現不錯的徐哲宴 論打擊 當然潘傑凱會更突出一點 畢竟過去兩個賽季 他的OPS加都有110-120的火力 只要手臂沒有出大包 應該還是會以他為重 下一隊來看看樂天桃園 他們去年內也各首位累積出賽最多的 分別是補手宋家翔 一壘陳俊秀 二壘林立 三壘梁家榮 劉極則維林成飛 但今年由於陳俊秀的出走 那也勢必會迎來全新面貌 原本我認為他們會直接讓廖建復卡位 但春迅觀察下來 他的守備能力還是無法讓古酒堡總教練放心 從自辦到官辦的熱身賽 也陸續發生了不少次的失誤 所以最簡單的做法 還是把朱立賢拉進內野 並且他本來就具備多年的一壘防守經驗了 不需要太擔心 另外可以搭配老匠林治平 雖然晉級他的機會銳減 可是古酒堡上任後 對林治平抱有相當高的期待 春迅他也展現火燙手感 官辦7-4打擊率破5成 從一軍開技應該不成問題 這樣廖建復可能還是得以DH為主 至於二三游 看起來人選是不太會有變動的 林立跟梁家龍打擊近況都非常好 林辰杯是有點小掙扎啦 但也還不到需要擔心的時候 如果有狀況 也還有馬傑森可以頂上來 比較可惜的是林治瑋 這位去年交易來的重磅補強 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好的效果 主要也是他太痛了 被手腕的傷勢困擾許久 今年應該會錯過開技 何時歸隊也還不知道 讓樂天少一個工具人可以用 嚴薇果然為離隊轉頭抬鋼 所以魚德龍或馮艦艇 新賽季應該能夠拿到比較多的機會 捕手的話可以特別聊一下 雖然去年出賽數最多的是宋家祥 但造句總教練最愛用的 其實是彥虹君 總冠軍賽也七場都排他先發 相當限了他的領導能力 但今年捕手出生的古酒寶接手後 對於本壘指揮官有新的規劃 關辦熱身賽目前打了五場 彥虹君都不是先發捕手 反倒是宋家祥、張米薰各二 林鴻玉也有一場 雖然說張米薰春訓時 獲得總教練大讚 說傳球狀況比起過往好很多 感覺不是同一個人 可是進入關辦熱身賽後的三次跑者道壘 他都主殺失敗 是不是真的脫胎換骨了 這還有待觀察 那他在古酒寶新中的地位 目前看來是高於彥虹君的 應該會跟宋家祥來競爭開幕戰敦補的角色 最後要來聊冠軍隊衛拳龍 去年衛拳的一軍內野組成 分別是捕手蔣紹虹、一雷南墨一樣 二雷李凱威、三雷劉姊鴻 游擊則是張鎮宇 那經歷了一個休賽季 龍隊內也是有新戰力加入的 就是從樂天轉隊過來的老將郭炎文 他的加入也會直接衝擊到 原本南墨一樣的一壘位置 本來我以為夜總 會考慮讓南墨轉列內野其他守衛 或者以防外野 可是目前看來依舊是定位一壘 也剛好跟郭炎文一左一右競爭 反而是去年獲得不少機會的馬士格斯 可能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另外一次色罪的老將林智聖 去年已經轉換身份 都以代打出賽為主 今年應該也一樣 甚至不一定會需要守備 畢竟有郭炎文的加入 大師兄專心DH就可以了 二壘跟三壘的話 應該不會有太大變動 畢竟李凱威跟劉姬宏 都是龍隊的核心主力 去年成績也非常亮眼 見到情況下不會讓他們做板凳 值得注意的是陳思仲 關半任賽拿到了蠻多初賽 內四個位置都能夠守著他 現在條件非常好 打擊近況也不錯 會是開季進入一軍名單的黑馬 遊擊的部分本來是張正宇的天下 但近期出現了新的競爭者 就是去年第一指名入隊的劉俊偉 雖然高中畢業後進來 連一場二軍比賽都還沒有打過 可是競爭春迅調整很到位 已經贏得葉總的信任 手臂穩定度令人驚艷 打擊也有一定水準 反而是張正宇的打擊近況不太好 如果繼續維持 劉俊偉搞不好會直接衝進一軍 扛起先巴有擊的重刃 至於捕手 是龍隊比較需要擔心的一款 球隊加起來只有六捕 甚至比星球隊太剛少 蔣少宏前日子還受傷 幸好近期準備要歸隊了 現階段是林成勳獲得比較多機會 而他本來就是龍隊期盼的未來鐵步 如果蔣少宏還需要時間調整 那葉總很可能會直接讓你乘巡弦盾 六少要輔助 即使要這以打擊為重 專心DH即可 以上是終職35年六隊內野的季前分析 你覺得哪隊最強哪隊最弱呢? 回到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安利 那我們下集影片見囉 掰